当时我知道我和你有约 去看电影 但是我和我哥们喝酒 也有一定先约了 当时你又不知道 咱们喝酒的习惯 当时是在酒桌上 主要是提前离开的人 必须和在场的所有人干杯 所有人喝一遍酒 那天去了几个人 差不多十几个吧 我还没喝到最后一个人呢 先把我撂倒了 你知道你酒量不行 那边有十来个人 你还对着喝酒 你还答应我去看电影 我这不是心里有你吗 你心里有我 你有点脑子吗 你有想过后边事 你怎么处理吗 万一你喝醉了 我怎么办呢 你都没跟我说一声 女朋友问你的问题 很对啊 很合逻辑啊 你既然知道酒量 不足以应付十几个人 为什么不跟他说一声啊 因为说实话 在酒桌上确实走不开 打个电话总可以吧 因为我在酒桌上接电话 肯定哥们肯定说了 你又被你女朋友 压制住了是吧 你心里有你女朋友 没有兄弟了 我就是讨厌 他有什么事不跟我说 要么不说 要么就是给我撒谎 还有什么事吗 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 是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之前 我跟他在一块逛街的时候 他手机有一个电话 打过来了 他没接 直接扣死了 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接呀 他说推销电话 他说打的话 可能会扣费或怎样的 他撒谎的时候 支支吾吾的 我就知道 他当时肯定又撒谎了 我就说我给他电话打过去 他死活不让我打 后来他给我承认 是他一个高中的女同学 为什么不敢跟你说 你心里不明白吗 就你这个脾气 跟你说什么事 没等我说两句话 就给我干上了 那就可以撒谎了是吗 你为什么告诉我 这推销电话 后来我查他通话记录的时候 他和那女的几乎 这半个月 每天都有电话 都有通话记录 我觉得你咋那么傻呀 人家女孩都发现有问题了 你就招了吧 因为说实话 百分之百的会 我和他会吵起来 有可能有时候说谎 这个事就过去了 撒谎是有可能不被骂 不是不被骂 因为我不想因为这种事情 跟他吵架 不想因为 所以拖到最后一刻 你澄清了吗 跟你朋友解释清楚了吗 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说的 他跟我说那女生失恋了 但是我就想 我不理解了 他失恋了 为什么找你打电话 他没有闺蜜吗 因为他跟我高中关系好啊 信得过我啊 我再澄清一点 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你跟他没关系 不代表他跟你没关系 有可能他对你有好感的 这件事情 你肯定自己心里也有数 为什么把通话记录 删了不让我看见呢 我为什么要撒谎 还不是因为 这些我们的感情吗 一件九十 真心感情就可以撒谎了 你问问其他人 谁是真心感情撒谎的 不是哪一个男生 为了自己女朋友 不撒点小谎呢 撒点小谎可以 一次两次我都能理解你 你这撒了多少次谎了 每次都让我揭穿你 你才承认 我要问一个比较 敏感的问题啊 在你们俩相处的过程中 你有多少谎言 没被揭穿 百分之二十吧 你除了跟女朋友撒谎啊 跟这个老板啊 你爸你妈呀 撒谎吗 撒谎啊 他倒挺实在的 来这儿要干什么呀 女孩子想来的是吗 是我想来的 你想来的呀 对 为啥要来 就是想和他和好啊 他要跟你分手 对 已经分了吗 分了 已经分手了 对 什么时候分手的呀 上个月 你提出来分手的啊 这一月都没理他吗 基本上是吧 有时候他给我打电话 我基本不太接 嗯 嗯 感谢观看